金汉、余浩铭、曹西文、张俊宁主演的爱情商战都市剧《你和我的清晨时光》正在腾讯热播中。 剧中,林浅是一名服装设计师,丽志成是一名退伍军人,同时他也是爱达的总裁,被林浅简称为霸道总裁。 一个军人和服装设计师能走到一起,估计是无人相信吧?但是,他们最终克服种种困难走到了一起。 林浅自从成为丽志成的下属后,两人不仅拿下了抢险一的订单,如果不是宁伟凯暗中导鬼,相信航空制服的单子也会是丽志成的。 然而,丽志成是个头脑计较清晰、有想法的人,在他看来创造独立品牌比接单更有出路。 尽管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,但他还是执意去做了。 因为丽志成放弃安卡达的单子,林浅伤心选择离开了爱达,后来林浅遭遇毒犯绑架,宁伟凯也是拼了命的救林浅。 最后因为受伤住进了医院,但是在众人看来,宁伟凯的付出都是有目的性的,而丽志成当然是不会被眼前这点小恩情给收买的。 这次之后,林浅对丽志成的心更坚定了,他决定无条件地留下帮助丽志成。 就在丽志成准备打造独立品牌时,宁伟凯挡在丽志成前面拿下更好的店铺。 这次店铺的事情,丽志成又输在宁伟凯前面,然而丽志成只需格雷斯和林浅的帮助,他就已经是信息满满。 在最新剧情中,丽志成终于向林浅表白了,鲜花、烛光、椰花、戒指一样都不少。 丽志成终于迈出这一步,而林浅也接受了丽志成的告白。 林浅和丽志成算是在一起了。 每一位设计师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查证健身,所以我想,你也许好。 对 tiet放行李宗盛? 心里也许好觉。 他们都能感会的色彩。 感谢观看